來 大家聽訊曲 家人acheke 不可置信 這些東西竟然荷包變空空 冬天就有電暖氣 對 變坦 夏天就冷氣 你知道那一個月的電費多少錢嗎 冬天 還是夏天 夏天 對 對 好恐怖 我以為 我演花了 看起來它只有90到100瓦 怎麼會 今年的費用那麼高啊 電盤有的時候你在購買的時候 它雖然說標示是95瓦 實際上它只有60瓦在運作 金蓮蓮 過去我們都聽過白基宇說 現在很多年輕人說 台北居更不易 是 沒錯啊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好會說話 對 一個月賺28K賺30K 你扣掉房租 扣掉生活費 那稍微要有一點點娛樂的話 其實一個月要存個兩三千塊 都很困難 沒錯 所以現在才知道呢 秉著這個服務觀眾的精神 所以大家已經大 就是要居住已經這麼困難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趕快 幫大家抓出 在冬天到底有哪些電器 默默地在吃掉我們的荷包 趕快來問問杰琳 是的 冬天冷嗖嗖 當然要暖暖來過冬 但是你知道嗎 可能你在暖暖過冬的時候呢 正在傷了你的身 還傷你的荷包 馬上來看一下 出乎意料的偷電賊 首先第一個是電毯 常常睡覺前會暖備一下 先使用電毯 到底它的耗電度來到多少呢 90到180瓦 我們來看一下它一年會露財露多少 1 2 3 1128元到1800瓦 是 請問一下正陽 這個電毯一般來講 我們家裡如果有長輩的話 家裡都有一個 對 有個小的 有個大的 對 那看起來它只有90到100瓦 怎麼會一年的費用那麼高啊 因為電毯有時候你在購買的時候 它雖然說標示是90瓦或90瓦 可是它實際上 因為它是電能轉熱能 會有消耗掉的 轉換的消耗 所以它會變成就是 實際上它只有60瓦在運作 是 對 那你就用了90瓦的電 可是你只是得到60瓦的熱能 所以它1 3分之1都會消耗掉了 對 所以那個是 就是等於是消失掉不見 對 對 那這樣子你就會開很長很久 是 還不熱 所以就會耗電 那也有就是說 有的標示也沒有很清楚 有的是標示90瓦 可是實際上拿測電器去測量起來 它會用到170到180瓦 對 因為它的那個加熱 它是一直在往上標的 所以它就變成說 會消耗掉更多的熱量 那那個標示真的是沒有很清楚 對 而且台灣好像對標示這個部分 在過去來講不是那麼的嚴格 對 所以它可以亂標這麼多的東西 謹慎挑選 有一些真的是比較品質要挑選一下 是 那可是 因為你看像今年是極寒 所以有幾天的氣候 真的是溫度突然降到很低 對 那家裡如果有長輩的話 我覺得難免電台的使用率 長輩小孩都常常會需要 就會比較高 所以要來問一下現場的來賓 Dekin家有在用電台嗎 有啊 我爸爸媽媽都在用啊 所以你們家的電費到底貴不貴 而且我覺得電費比較麻煩的 我們就說它一開不會開兩三個小時 它應該是開整晚耶 它瘦得了嗎 不會覺得很熱嗎 然後像我媽媽就是 因為有一點就是 因為我爸爸媽媽都有那個糖尿病 所以像有一次就是 我去我媽媽的房間 摩電台我嚇一跳 很熱耶 我一看媽媽講說 媽電台很熱 她說怎麼我沒感覺 因為糖尿病患的那個 末梢神經比較不明瞭 對 所以它比較沒有那麼靈敏 去感受那個溫度 對 然後這樣很危險 對 而且他們都不把它關掉的 對 都又不關 所以也耗電 然後也不小心就是 會怕他們燙傷或是怎麼樣 所以你們家就是 你有比較過就是 整年度的電費嗎 還是說夏天跟冬天 有做過比較 我覺得夏天跟冬天 都有各自會花很多電費的時候 怎麼說 你像冬天就有電暖器 對 電毯 夏天就冷氣 像我那時候剛生了小孩 那剛好是最熱的時候 你知道我那一個月的電費 多少錢嗎 冬天還是夏天 夏天 對 好恐怖 我以為 我眼花了 我看到那個葬蛋 一萬五千多 一萬五 你大概幾個人 你以為多一個零 沒有 我只是多了一個小孩 只有多一個小孩 多一個嬰兒 然後就是沒辦法 就是冷氣會一直吹 一萬多我可以過一年 我還可以多養一個 我還可以多養一個小孩 老師這麼爽喔 對 我真的很爽 那冬天咧 然後冬天 像我有一次就是 那一次 我女兒兩歲多的時候 我也是一直開那個暖氣 因為怕我 因為她那間房間比較通風 我怕她冷藏 那一次也是 八九千塊 對 那時候我也是嚇到 對 然後我們家一個小孩子的 那個支氣管不好 除濕機 除濕機 還有空氣清淨機 對 然後醫生只要說 天氣只要有點潮濕 或是有點飄 醫生就說 除濕機 24小時開 真的耶 都是電費耶 都是錢的 我的天啊 好 那老師 老師你用電有這麼省喔 對 我其實 當然不要看我說肉很多 人家有裝更裝 脂肪很多可以耐寒 其實也滿怕冷的 所以老師的保暖 是怎樣自己 把自己包很多 其實我對 就把你包起來 自己帶來 對 我真的是帶 其實我真的要帶來給大家看 你不要問清楚嗎 有這個電台 我真的是 他有標示多少瓦嗎 也讓我增加很多的電費 那其實真的很麻煩 因為像我白天 譬如說我都會去健身房 那我這種 你不知道 我都不好意思 這是我的不好意思 因為像這種 我還在發育中的男生 其實我常常愛運動 然後其實像我這個電台 我真的要給大家看 因為它這個有調整說 多熱多熱 然後有那個刻度 不是每個電台都有嗎 當然是每次我在用的時候 當然我就是 不敢一次就開太熱 然後每次在用 想說看會不會省一點電 我就開很小 可是你知道嗎 沒感覺 我因為白天都凍太多了 所以我每次在睡 這個擺在旁邊 我這樣睡睡睡 然後就趴過來翻過來 然後就把這個刻度 摸到最強 所以我幾乎十次有九次 我都起來就說 我怎麼會乾這麼強 我就滿身大汗 但完全不知道 因為我很好睡 所以我不知不覺當中 我用這個電台 每一次都讓我幾乎 我都覺得 一大倒起來就聞到 有一股那種肉味的那種 所以你還糖味肉嗎 每一次幾乎都 刻度都跑到最強這裡 所以我就覺得很麻煩 所以你不能把它 換個位置放嗎 其實我是怕你生命有危險 對啊 你確定你沒有糖尿病 沒有 可是你看我常常都已經說 要睡之前 我還把它撥到很小的特度了 可是就不曉得為什麼 每次睡起來 我就發現它是在最強 老師那我看既然這樣子 你不如晚上就貼兩個暖暖包 會不會比較神貴 因為暖暖包可能很貴啊 我就覺得說 暖暖包 我這種身材兩個也不夠 可能一次都要買八個 好 所以其實講到冬天的用電量 好像真的沒辦法 像夏天一樣是 對 請問一下陳醫師 因為一般來講台灣冬天 他只有在幾天裡面 會有寒流來的時候 大部分家裡都用到電毯 但剛剛丁林講說 他媽媽有糖尿病 糖尿病在用電毯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要特別小心 對 他的安全的問題 的確任何人有 墨騷神經上面的一個感覺 上面異常的人的話 在使用電毯的話 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尤其是他沒辦法感覺到 那溫度是不是已經過熱了 對 所以我們常常遇到很多 都是這樣子的燙傷進來的 那你會覺得說 只有電毯會嗎 剛才你講到的暖暖包 我們有暖暖包燙傷 就燙一塊的 這樣子傷口進來的 那個跟空外 要直接接觸 對 所以的確是會的 重點是那個溫度 所以其實我們要使用電毯 都要特別去注意一下那個溫度 對 而且你剛才那個老師講 你的那個電毯可以去調那個溫度 對 對 可是你在調那個溫度的時候 我們通常還是建議你 如果可以的話 要睡覺前 乾脆就把它關掉了 因為床已經暖了之後 其實你睡進去之後 還是可以維持那個溫度 對 它不會散發出去 可是因為我滿會疲憊的 所以我想說 你都幾歲的人了 很疲憊 都沒辦法 然後就會這樣 那這樣的結果 就是我每個月幾乎電毯都 增加大概10%到20% 而且就是因為你用整個晚上 而且滿好電 是 那請問一下陳醫師 電毯要怎麼挑 在使用上 要怎麼用才會安全 的確我們看一下 這邊幫大家整理一下 怎麼去好好的處理 我們的一個電被這部分 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就是一個 很溫的一個定時 比如說我要睡覺之前的 前兩個到三個小時 我是開著 讓它整個棉被 跟那個床部這邊 讓它保持是溫暖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一進去睡覺的時候 我就把它關掉了 但是我棉被還是在上面的 可以把它蓋上去 用棉被去保持那個溫度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 去做這個動作的話 請你要買一個 有自動斷電系統的 也就是說它偵測到溫度太高 或者是不小心有漏電的情況之下 或者是你踢背把它踢出 有問題的話 那它有自動斷電系統 這一定要去看 到底有沒有這樣子的裝置 或是有些有幾個小時 然後四個小時 然後就自己斷電 這樣子是最好的一個裝置 這樣也比較安全 沒錯 再來我們在使用時 要完全要攤平 所以我們不要 尤其是在那個交接 那個接觸線條的那個地方 它如果有一些折的地方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些溫度上面的不對 或者是通電上面出了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確保 你在使用的時候 是完全是攤平的 再來我們在使用任何電器用品 包含電毯在裡面 一定要保持空氣的流通 才不會早上你起來 有那個燒焦味的問題 真的 其實我們也是希望你 不要有一些耗氧的 電器產品的耗氧這一部分 對 我們希望空氣還是流通的 再來我們一定要看到它的一些 安全標章 這些安全標章告訴我們說 它到底是使用上面 合不合格 安不安全 那它還會有一些特別的 比如說這個電毯 它如果有一點點不平的地方 千萬不要用熨斗去把它燙平 它也會有一些安全的地方 有些人他會去做這些動作 因為它底下都是電線 沒有錯 我們這麼天才用熨斗去燙電毯 會有可能嗎 真的有耶 在重電燙衣服的時候 真的會有這樣子 或者燙衣服忘記拿起來 對 那專家老師我有個問題問你 像我這個用這麼久 然後有點髒 我可不可以丟洗衣機洗 當然不行 因為你那裡面是有 那個電線的一個問題 而且你不知道它的電線 到底是怎麼去鋪滿 這整個電毯的 所以還是要找它那個 專業的一個洗的方式 清洗 或者是它上面應該會告訴你 怎麼去清洗或乾洗的方法 或是算了就忍耐吧 或者讓人家噴噴酒精什麼的 一般會再弄一個 小小的套子 那套我就不套我 而且一般睡 也不會直接睡在電毯上 不是電毯上面 還要鋪床包那個嗎 對 這樣會隔著 就是比較安全 對 但是因為我們 像這樣又發育狀態 因為晚上會流口水啊 或者流太多汗 其實它滿容易髒的 對 其實那好像小孩子 其實電毯在使用上 常常看到的都是一些我們的長輩 不注意燙傷的一個例子 所以要使用要特別小心 而且它的電磁波其實滿強的 不只是電毯 一般台灣來講 電磁爐 電暖爐 也是最近大家喜歡的花熱產品 正陽來幫我們計算一下 是 像我們電暖爐 我們可以看到幾種 有的是這種食銀管 就是一根紅紅的那一種 對 那一種會耗氧 其實比較不建議使用 那如果它的耗電量來講 600到1200瓦 它每個小時就要用 2.1到4.3元的電 你只要開著 對 一小時 它就會用掉4.3元的電 對 那它的購置成本 雖然是最低廉的 但它的耗氧程度來講 是很不建議的 對 那再來就是像 有一種陶瓷吹風 它會像電風一樣吹熱風出來的 那那一種其實 其實電暖爐耗電都不會低 它500到1300瓦 那這種的陶瓷性的 它其實也是暖你前面那一塊而已 你離開它你就覺得冷了 那這種其實它也會 耗掉4.7元一個小時的電 對 它小小台 可是它還是蠻耗電 那這種的價格就 兩三千都有 對 那再來就是像 乳素這一種 很像一個小太陽 一個發光的電線 這一種的 它雖然說它只有400到800瓦 那它每小時 可能到1.4到2.8元的耗電 少一點了 對 它前面會覺得很溫暖 也是離開就比較不會 對 但這一種 也沒有很建議 因為它其實它會 散發紫外線 如果女生 會曬黑的意思 那又會越用 保證曬黑 它一整晚在那邊曬 就會變曬黑 為什麼冬天一直黑起來 是怎麼回事 我有用過 它整個晚上你就發現 好像大白天的中午一樣 對 它都很亮 對 它跟一個大燈一樣 那這樣睡覺也不適合在房間一樣 對 真的不適合 對 那還有就是 很多人現在買新的冷氣 可以買有暖氣功能的 對 這個是我很推薦的 雖然說有一些賣家電的廠商 都是希望你買一台冷氣 再買一台暖氣 它可以賺多一點 但事實上 有這樣嗎 對啊 因為多賣一樣東西 如果你只買冷暖 它就沒得賣暖氣 可是事實上 暖氣機它不是用 像上面那三種 用熱交換的方式 它是用熱拱 就是壓縮機去發熱的東西 它的效率是很高的 比如說它EER是3點多的話 那等於是100度的電 它可以發出300度的暖房的效果 對 也就是說 像上面的那一種 用1200瓦 它可能只得到800瓦的暖房效果 對 可是暖氣機用300瓦 它可以得到900瓦的暖房效果 三倍 對 所以你等於是 CP值好高喔 對 你等於省電3到4倍 是 馬上換 已經都亮了 它又能把空間暖得均勻 它不會說只是暖那一塊 對 那它每小時換算下來的用電成本 才1.19元 好便宜喔 好便宜喔 相較於只有冷氣的機種 大概多5000塊 對 但是你用個幾年下來 很多方便性便利性什麼都會比較好 對啊 我墊變了15000了 省5000 多5000有什麼關係 而且冷氣幾乎用都超過10年以上 都不會壞 再來還有一種是燃煤油的 對 那個是從日本現在漸漸的 大家越來越接受使用 對 那它就是要加煤油 然後它不耗電 它是一開始啟動會耗電 可是再來都是用燃燒煤油的 那這一種的換算下來 它的熱的效果是很好的 超好 它瞬間暖房耶 對 跟暖氣機那個不相上下 可是對小子會不會危險 就是它 它其實它的溫度 你看如果是Baby那種真的不懂的 你真的大人是要顧好 確實會危險 可是如果是稍微大一點的小朋友 其實它的溫度 小朋友自己都不會燃燃過去 對 它的購置成本比較高一點點 對 但它就是 它是用於大坪數的空間 然後快速的暖房 對 那它是比暖氣機 每小時用電高一點點 但是它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不會說是只暖前面一塊 對 不會局部 它會很多人放在戶外有沒有 放戶外 對啊 就是像很多在我們在等位置的時候 那是不是沒有的 對 那個也是 超暖的 那個很暖 超暖的 而且因為它有那個斷電的裝置 所以它的用電它不會就是 像有的暖氣你可能開了 或者是其他上面的 你就是一整天 它就是幾個小時 就強迫會斷電這樣 但是想請教一下 為什麼它每小時的用電成本 會這麼高 沒有其實跟著油價會起落 對 所以這個費用是有加進去沒有的價錢 然後它就像瓦斯爐一樣 你開大火小火中火都有差別 對 對 那有的人可能就是會一開開到過熱 其實我們暖氣不需要開到過熱 你會覺得皮膚乾口渴 會不舒服 對 大概就是說在屋內可是可以穿一件小外套 這樣子的暖房溫度就好了 不過剛剛這個鎮陽這樣幫我們做一個整理之後 發現是能暖氣機 它的成本是最小的 是的 所以如果家裡你還在使用一些 其他的電器產品的話 如果經濟允許 那我們還是建議你用能暖氣機 一方面比較安全 一方面成本比較低 當然冬天還有哪一些偷電軌 要特別小心的接電告訴我們 接下來這個偷電軌 是我們每天洗完澡洗完頭 一定會用到的就是 吹風機啦 那沒想到它也是偷電軌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耗電度 這個小東西它的耗電量 竟然是冰箱的六倍 它開可以 現在有的做到1400瓦1500瓦 1000瓦開一小時就是一度電 我們都認為它那麼小 不可能很耗電 竟然它的耗電是冰箱的五到六倍 我們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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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